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富豪节目 Chinese7.com是个赚钱的网站 Jason好 沃尔老师好 今天呢顺便的又看了这个YouTube 咱们的YouTube两个人通过两个听期的两个天的努力以后呢 这个点击率正在大幅上升 而且呢这个无论是赞的还是还是用脚投票的人非常多 四军力敌五对五七对七 那么我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赞扬多点正面的情绪 我也知道安老师呢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安奔盘 所以一直要奔盘对吧 今天呢我想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呢 我在VIP呢也跟大家看了这个Helen Meister 我最崇拜的这个高盛技术分析师 她的分析 她说这个VIX呢已经来到了93年的新低 她是怎么看的 结果看完一篇文章以后呢 她知道她说不用担心 这个VIX呢还会继续的保持低位 我以为原来她从她的题目来看呢 就是说她说VIX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位 该反弹了 结果她一文章一说完呢 其实是说VIX很正常 还会继续保持新低 那这也就意味着安奔盘呢 现在非常悬了 今天纳斯达克继续创作新高 道琼呢回落啊 到标普为爹啊 非常沉闷 但是盘后呢 我有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就是NVIDIA爆了业绩以后呢 一涨就涨了18块 昨天我不知道这个安老师和 还记得我当初讲的话题吗 就周日我在开车的时候 那我看那个车啊 这个因为我跟我老张人秀给他看 因为他以前就看地图 他不知道这个GPS 以前我也不用GPS 我觉得老麻烦也不会用 后来逐渐逐渐谷歌越来越容易了 那么我就告诉他8点18分到家 一定是这个点 因为他是实时的 也就是说他不断的在调控 那么就是说你 你的这个走的时间 前面的traffic 你的速度全是通过卫星来追踪的 那么我跟大家讲NVIDIA 我一直跟大家讲 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如果我女儿 明年小学毕业的话 我也就送他一个NVIDIA的股票 因为你看到那个机器啊 一直在算 对 这个processing 那个NVIDIA 这个昨天我给大家看过这个图 我现在呢 想告诉大家呢 因为有很多朋友 讲这个什么安奔盘啊 什么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网站里 谈论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短线的朋友 能不能大家把长远的眼光看一下 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个三十年 NVIDIA存在的历史的话 他当时上市的时候呢 啊 才只有一块钱 而现在是一百零二块钱 对吧 是99年刚刚上市的 盘后呢 NVIDIA涨了18块钱 AMD呢 也跟着马上跟进 涨了四块六毛二 我的入场点呢 是十块零 十块两毛 也就是说赚了四毛钱 四毛钱呢 就折合了百分之四 也就是在我在两周之内呢 获得了啊 获得了这个百分之四的回报 那么最近呢 我小孩啊 上个月呢 就是四月十五号呢 他们就是呃 这个呃 在East West Bank呢 有一个奥巴马的呃 叫什么401 呃 不是不是401 叫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是小孩的基金 嗯 那么我们公司呢 也要真正的开始 这个401K 好 呃 我觉得每个员工 如果因为我们很多员工 他们还没有拿到美国的身份 如果拿到美国身份的话 都应该找投资 我们昨天选择了一些 包括我的两个小孩 他们要参加这个 college plan 啊 叫college pound 呃 怎么做投资 那我 我我作为家长 特别是我做股票的 呃 我就跟 呃 家里人说 还不如就买一次股票 就是苹果 呃 因为我小孩每个月 每年都要是 一万两千块钱 嗯 然后呢 到他18岁 今年11岁 到他18岁 还有7年 我们总共会投入 呃 7万多块钱 呃 8万4 嗯 8万4的话 真的上大学 我觉得到时候 可能还不够 是 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 比较长远的发展 我觉得 咱们很多 这个YouTube里面朋友哈 谈了老多老多的 这个 呃 短线哈 啊 我觉得就是说 呃 我们如何帮这个 一般的老百姓 呃 真正能够赚到钱 啊 像NVIDIA 他的未来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看好 因为这个智能 智能汽车啊 才刚刚开始 去年 在Sohin 就是现在那个 Varian Pharmaceutical的 前董事长 嗯 前投资人 叫Bill Ackman 他在最近的Sohin的 呃 展会上中呢 他推荐了一个 Real Estate的股票 但是VRX 呃 最近呢 就是刚刚啊 发布业绩 今天还涨了 百分之三 这个你看本月 他涨了百分之三十 而VRX跑了 这个老板跑了 嗯 啊 就是说 投资人早就撤出了 这个timing是非常难把握的 哈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NVIDIA的未来呢 将会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呃 我觉得他的这个 呃 每一部汽车都在用大套 刚才我讲的 Sohin的著名的分析师呢 他去年推荐了一个亚马逊 今年呢 他推荐了这个 Tesla 哈 所以我觉得呃 呃 大会我们有时间了 再讨论一下 如何做到长期啊 真正赚到钱 因为咱们趁着这个巴菲特的东风啊 我们能够选几只股票 能够beat巴菲特 这是最重要的 像2000年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巴菲特 我选择了Amazon.com 获得了九倍的盈利 2002年 我选择了Apple 我也帮我的侄子选择了苹果 正确的选择 现在已经翻了一个倍 我们不要太关注于短期啊 什么安奔盘啊 王奔盘啊 王冲天啊 王大炮啊 还还说要报你局 天天报的局花 其他的花 无论 能不能报一点大麻花 昨天我那个去你 周六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 同乡搞做生日 他家有麻花 那个哥们 有一个哥们很逗 他拿了那个麻花 他说 哎呀 这个是麻花 天津特产 我就喜欢天津的狗布里包子 从小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人就说的 天津狗布里包子在上海 哪个地位置 扫我微信 扫我微信 我会给你一个 100元的奖券 告诉我 上海的天津狗布里包子 哪一条路 把哪一条路自己 我去送弄一样麻烦 什么意思 翻译一下 我们安奔盘 如果能够准确的告诉我们 上海哪条路和哪条路的交口 有天津狗布里包子的分店 正宗的 那么 不是分店 对对对 当时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个肯定 我小时候的时候 有狗布里包子 天津狗布里包子 会送给你100元的礼券 对对对 送一个 送一个不是 送一个 给你 昨天我又扎了一针 哇 我待会再说 我今天话题很多 一个是长千投资 一个是怎么扎针 扎针很重要 是不是要抱我菊花 今天他们让你负责写题目 你的题目 我昨天不喜欢 说杰森什么 操股 你就是说 不会起题目 说 安奔盘 如何应对 爆菊花 或者 安奔盘 如何应对 YX的爆菊花计划 好 对吧 对 今天就这样 今天就 今天记了了 那么 就是 就在题目 老王呢 希望大家 告诉我 已经个不利报子了 那我送你两瓶 这个两瓶 我还有一个大奖 就是 请你打针 我待会还说一下 打针的好处 来说一下 否则大家都说 老王你每天都站着时间 我们要听行情 我们不要听你扯淡 今天行情可以说 还是一直都维持着 微幅的波动 微幅的波动 咱们就是以标普为例吧 标普今天又创了一个高点 但是 2462点 每天上一上 涨一个点 还不如盘中的波动的幅度大 而且呢 在尾盘 这个下午两点 三点多钟 这个朝鲜说准备第六次 试验这个 核弹 在这种 声音的背景下呢 这个 在 下午三点钟之后呢 有一轮的向下急跌 但是随后的话呢 被拉起来了 发被拉起来了 总体来说 这个态势还是维持咱们以前的这种观点啊 创新高 然后呢 是小角度创新高啊 波动幅度非常的窄啊 波动幅度非常的窄 那么在昨天的分析师的日记当中呢 也把这个观点呢 提前都跟大家呢 呃 表达表述了啊 呃 在最近的这个市场 波动幅度非常小 什么34年代 什么 VIX的新低啊 这个指数的波动呢 是六几年来 以来啊 这个波动幅度最小的 最平静的市场 但是这个最平静的市场呢 我们对比一下 在这个16年的8月份啊 曾经经历过啊 这个也是波动幅度 每天就是三五个点啊 每天就三五点 那么这种市场的氛围的话呢 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没有市场的参与热度啊 这个参与热度的非常非常的冷啊 越来越冷清 越来越冷清 所以呢 呃 在没有整体板块性的推动市场的这种 对景出现的情况下 呃 那么就是在等最后一颗稻草啊 最后一颗稻草 今天的话呢 一直在VIP的直播当中 跟大家也在沟通啊 也在沟通 呃 咱们有那个会员朋友 还也给打了啊 这个狼来了啊 然后又 然后我在这个VIP当中呢 跟大伙呢 一再沟通 狼来的故事 在真实生活当中 咱们不能经常用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 咱们信任度就没有了 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要重复 不是一万遍 而是说 什么时候 你从这个市场当中 准备退出 这个故事 什么时候才结束啊 咱们不希望一轮洗盘过来 大家都像那种 呃 伤兵似的 紧这个 残着脚 那个呃 挂着胳膊 那个捂着脸的 从那个战场上往下撤 我觉得呢 呃 小心使得万年传 啊 这一点的话呢 呃 我继续从 重新的提示 我这种崩盘的这种提示 天天警钟昌明 哈哈哈哈 今天市场当中 没有什么热点 就是尾盘呢 NVD盘后 NVDA的话呢 报业绩啊 现在可能涨到120块 啊 历史高点 呃 这个AMD的话呢 也随后呃 跟着向上呃 推动啊 涨了四码多啊 这个10块06码 所以呢 咱们看一看这个 这个市场啊 如何的这个向后演绎啊 呃 这一点的话呢 咱们就看吧 我个人感觉市场还是 波动幅度越来越窄 公司业绩也推 推动不了指数 呃 各项政策 什么美国国内的 什么欧洲的各项政策 也推动不了 反而这个朝鲜说 我们准备试射了 第六次 结果这个指数 咣一下掉 还接下来多少个点 我我我想就是 作为美国的特别代表 去平衡一次啊 就告诉他 老大你现在的银行 钱也不多了啊 你这样搞一下子呢 你就这样玩 在你喊 喊核子弹之前的买进UVXY 跟着安喷盘一起做 哈哈哈哈 这个你一喊呢 他肯定涨 然后你 真的真的涨 然后他喊完之后 都哐就这个 就涨了松毛吧 对 他你国库以前也不少 我说分五个账号 也没涨 涨了12块4毛3 今天盘后除了NVIDIA以外呢 还有这个迪士尼报的业绩 跌了2.38% 跌了2块6毛7 NVIDIA业绩呢 可以说是应该说 这个公司啊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买点 当然100块钱到120 130 今天涨了14.52% 102.95 还有一个股票呢 叫注意啊 这个这个是黄老板 这个是台湾人 是以前很比较苦 在在肯塔基做waiter 在McDonald打工 后来自己就做了这个 很成功啊 很成功 然后啊 现在也应该进入了全球 Barrons 付这个 把它作为一个50个最佳CEO 来来认为啊 AMD啊 这是我前一阶段跟大家说的抢的 今天赚钱了啊 10块6毛 我买的价格是10块2毛 今天收盘价10块1毛8 上涨1毛4 亏了两分 但是盘后涨到10块6 到11块钱呢 也就差不多了啊 我就要take profit 然后再找机会啊 因为我想把我的5500块的 IRA count做起来啊 那么 这个标普啊 非常逗 前一次啊 它的前期高点是2400 然后回调到1400 2322跌了整整 3个% 所以它这个整个的盘整的 就是有一点像一个头 双头 那么ISI也背离的 它逐渐向上升 但是今天走出了一个空头吞噬的形态啊 你跟你们可以看到一下这种K线的话 基本上啊 明天啊 我认为短期走低的这种概率啊 也会比较大 当然我已经把我的名字已经注册好了 叫王奔盘 所以你你这位大哥别叫我王奔盘 此版权 你被注册好了 你说完了吗 今天有一个有一个重要的事 跟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说 尽快的加沃伦老师的微信 沃伦王2016 然后呢 加我们的这个中文投资网的会员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神秘的礼品 T恤戴了吗 就就 T恤好像没有 这个是我们在 拿过来拿过 没事你去拿吧 没关系 我们也要见见Andy这个面目 是非常 非常 大家加我微信 沃伦王2016 我们对VIP会员呢 有抽奖 好像对非VIP会员也有抽奖 是 然后呢 如果加我们的会员的话呢 我们这个摄像 还有编辑 我们还有Val校长 他们上这个 上这个 巴菲特 沃伦巴菲特 上那个巴菲特的故乡 然后呢 很漂亮 我都第一次看见 参加了巴菲特的演员会 是什么区别 一个是给VIP的是吧 这是给VIP的吗 这是我们的一些 这个纪念品 纪念品 这是巴菲特 这是给VIP的 波克希尔哈萨维 Shareholder Meeting Omaha November Nebraska May 6 2017 好有纪念价值 我也想要 这个数量非常少 非常少 抢够了 当时Andy有很多人抢 人太多 人山人海 那Ebay上有没有买 Ebay上估计还没有 我们比Ebay快 好的 这个我也想要 沃伦先 先 先抢 先一步 全部收购 那会员要骂死了 这一份是不是给会员的 一般会员的 里面有芒格 巴菲特 都是巴菲特 Oh my god 这个适合谁穿呢 适合这种 Wilder 什么Warden School 这种CFA考试的时候 都可以 非常好 大家赶快加我微信 获得这个抽奖 什么时候抽奖 这个我不知道 然后还需要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 拨打8009588561 参加我们的这个 纪念品抽奖 非常好的 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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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现成 你看刚才看我们的摄像 小胖 他这个身材 他挤进去 抢抢购这东西 好几万人呢 我有个小建议 就这些东西呢 我都带回家 放点香水再上 留我的香水 现在没什么味道 是是是 弄点我的香水 每个人都说 我的香水特别多 弄点男人的香水 然后女孩子得奖了 回去不敢跟老公交代 到底去哪了 我去巴菲特家了 刚才和上海的朋友 也就讲 如果你告诉我 我记得是75年的时候 在上海某一条马路上 你能告诉我这条马路 旁边两条马路 只横的 直的两条马路 我就送你一瓶 啊 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哈 Chinese hand boil 我自己 哎呀 今天没有机会 我今天 呃 有一缸照片啊 我今天在家里拍的 我就告诉我有 这是我 作为中文投资网CEO 啊 利用直权直辩 消化的 所有的CBD 偶尔的照片 都在我家里 一个一个瓶子 放在那 呃 待会我会 能不能转给Andy 或者转给 威廉 叫他放上去 这张照片 啊 我总共消费了 已经有七瓶 嗯 消灭了七瓶CBD 那么很多朋友问我 老王 你你老实交代啊 你这个CBD 到底有没有用啊 什么有人有用 昨天晚上呢 其实啊 呃 星期天晚上 我睡得比较晚 大概一点钟才睡 然后五点 五点五十分起来 人 啊 昨天 昨天到了那个 Sunggai Bo Office 和Kiven两个人聊 聊到后来 我有点困了 Kiven说再来一针 因为我们Chris 呃 Kiven自己收购了 他的油 嗯 然后我说行吧 然后 我就扎了哈 他这个 Kiven本事也不错 很多人说 Kiven都会打针啊 Kiven他认识 你们不认识 是 然后是我们的 这个白球温室的人物 啊 是到中国来 帮助我们中国人民同胞 啊 来来来 做解放军中 就是炒股票 然后一扎以后 你知道吗 针还没出来 我的眼睛就亮了 太疼了 哈哈 不是兴奋 一下子就是 回到家都不想睡觉 但是一躺在床上 昨天十点半左右 就开始睡 睡到 大概四点钟醒了 醒了以后 就迷迷糊糊 就睡不着 感觉精力很充沛 嗯 啊 我想告诉大家 我说 Kiven这个药 扎的这个针 和咱们这个 有什么区别 他说扎针 是最好人体 可以吸收的 因为Chris呢 他本身呢 呃 自己得了癌症 他三次得了 Pancrest 就是一线癌 一线癌 我父亲也得了一线癌 那半年就去世了 然后当时呢 很多人跟他说 啊 要保留疗法 已经这个癌症 非常厉害 那么 Steve Jobs 也得了Pancrest 这个Pancrest 就是一线癌 就是当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 就是告诉你半年 是 那么我就问Chris 我说Chris 你为什么不找Steve Jobs 谈谈呢 让他也用你的疗法 我们叫 国内叫保留疗法 保守疗法 也就是活得更长一点 啊 那么他说 当时Steve Jobs 的确有找到他的朋友 但是呢 他们和我父亲一样 我父亲是医生 Steve Jobs 也相信西方的Medicine 结果他们呢 都很快的过世了 那么我问这个Kevin 为什么这个CBD有用 其实CBD 它是一个 正经的作用 它是一个止痛的作用 它可以把你整个细胞 腐化 就是正经掉 那我的CBD扎入以后呢 它的吸收能力非常强 就是你要做CBD 这是 这是我们讲的 我们出的第一款 叫OptHemp 就是说 是一款基本营养型 里面有Omega 3 Omega 6 嗯 然后呢 就是 它是一种营养型 它是让你的这个鱼油啊 这个Omega 3 Omega 6 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营养型 银压下加 维生素增多 好 还有一种形态呢 叫我们叫Gold Plus 是一种比较强的 嗯 那么扎这一针呢 Kiven说 你的整个的Body啊 其实已经被腐化了 比如说你吃的不好 嗯 吃的乱七八糟 其实越是 呃 Cancer的病人啊 他除了这个化 就是说化疗 除了CBD 还需要进行 呃 就是 Diet 就是说要素食 嗯 啊 然后呢 我上次做完节目呢 有一位哥们啊 有一位女士啊 在San Jose 就不断的找我 她说我家里人得了癌症 啊 问我怎么办 还拼命打我电话 后来Chris呢 给了我一个处方 我一看 哇 一天要打两针 一般人一天打一针 哦 一个星期打一针 这个人一天要打两针 第二呢 还需要用这个氧气 净化你的整个的肺 因为他得了一个肺癌 还有呢 还有有吃的当中呢 要重新go diet 有自己的食谱 嗯 不能什么都乱吃 其实我们每天 周末的时候啊 以前小时候不懂 你看很多女孩子啊 特别喜欢吃 叫食客 到处吃 对 其实这种是不好 当时小时候也不懂 二十三十岁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吃 什么这个火锅 那个火锅 反正这个好吃 那个好吃 麦当劳 现在呢 我已经把这些事情 都看穿了 我觉得还不如在家 弄点麦片 越难吃的东西越好 对 然后呢 这个如果三个解决呢 你这个蒸下去呢 它就会把你进化 当时我一蒸一扎以后 我感觉 天都亮了 你知道吗 特别的 就是原来困了 一脏 所以我现在要保持 一个星期一蒸 然后呢 我的目标呢 是我问Kevin说 是不是以后 会不会变成cancer free 他说会的 因为你的整个的body 因为癌症本身就是 癌细胞 每个人身体都有 它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虫子 等你把它唤醒的时候 它就肆逆了 对 失控 对 然后我们这个body 越来越脏 越来越脏的时候呢 因为你的饮食不好 你的空气不好 特别咱们在中国 这个是雾霾啊 这个东西 其实中国北京方面 都不敢公布得癌症的 每天的素质 都非常惊人 尤其是呼吸道的一块 对 对对对 所以你不排除 这位老人呢 他是得了 是不是因为雾霾的影响 所以 我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有帮助 这个不是下吹的 我自己已经消灭了很多瓶 我用了感受 今天Kiven跟我说 你跟我讲话 特别的专注 我也感觉到 现在我非常 你知道我用了这个 用了 咱们去年11月 我开始使用了 今天已经是六 接近五月了 半年多了 我的感觉呢 就是 我非常focus 我知道要做什么 而且我知道 说 就是把一些事情 能够定下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 定下来 现在什么情况 走到哪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就是没有用这个 CBD 它的本身作用 就是镇静 把你的整个的 整个的脑神经 进行了进化 也不容易发脾气 当然还有 有的时候 还是比较失控 然后我的血压 每天很正常 特别是我的思路 我的经历 我的睡眠 都处于一种 完全不同的状态 我已经换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 这个对我的帮助 使我就像一个疯子一样 像一条疯狗一样 疯能比说 CBD CBD 刚才有位朋友 我们的这个大姐 那小姐 她说 我得了这个 得了这个 就是昨天头痛 用了Tylenol 其实这个化学的合成的止痛剂 其实感冒这个东西 都是如果人的身体 每一功能正常七天 所以我有的时候 我去看医生 有一个美国训练的一个doctor 他说 你就不用吃药 我说doctor不行啊 我痛啊 我难受啊 我感冒了 我人生发痒 流鼻涕 他说美国的疗法 就啥都不吃 就不管你 就是七天 就是他自然好 为什么doctor叫你 不要用这个Tylenol 不要用这些 因为这些药 都是化学合成的 那你用这个呢 是Plant 就是植物合成 所以他没有毒 他没有任何副作用 这是side effect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的朋友呢 已经开始用这个THCBD 做一个止痛剂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没有overdose的作用 就是说你吃了多了 也不会有事 不会像海洛因啊 那很多人说 老王你说错了 毒品会自毒 毒品有各种各样的 是 毒品有海洛因 有马肺 有冰毒 这些都是化学合成的 而这个呢 我们为什么那么伟大 是从HEMP里面提炼的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好好思维一下 我觉得我 大家到底 就是 我昨天还在我的微信上 发上了我的YouTube 你是2010年 那个接受 桌雷小姐的 这个十八台 今天世界日报头版 就是十八台将在 好像七月份正式停播了 你看十八台吗 没有没有 也不大看 十八台是我们洛杉矶的 一个非常 非常厉害的一个 公众电视台 电视 对对对对对 里面有个 桌小姐很漂亮 然后是我们的民主播 但是七月一号 我们亚生了 我是2010年 做的这个节目 我就感觉 CBD 给了我一个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 不过anyway 我不 我已经声明过 我不想 Jayson加入我们CBD团队 我也不想 Jay老师 你们爱信不信 但是呢我就感觉就是说 通常卖药的人都很兴奋 是 都是逢人必说 恨不得马上叫你买这个药 其实他们肯定是 想帮助大家 大部分 不是从赚钱 就是说啊 这个CBD 我觉得就是 大家真的可以 看看 不过anyway 今天topic讲到这 我还有第二个话题 你继续说 如果有继续话题 想将 今天好像今天呢 我们的老朋友meet 暴跌了 对 今天是报业绩 他还冲到新高 昨天冲新高 然后有会员朋友买 可能是六块 六块挂点零吧 昨天呢还挺高兴 冲了六块四毛五 结果呢 一公布业绩 今天趴上下来 但是这个朋友的长股经验 还是比较丰富 在五块六毛二 然后直接出局 直接出去 我觉得他的一个执行力非常好 执行力非常好 基本上出到了今天的高点 嗯 我们看一下他的二十年 哦 meet 还是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图形 四块 十二 六 四毛 四毛钱的时候 真的是 绝佳的机会 但图形总体来看 是比较乱的 对 说明这个公司呢 他的大的前景 不是很 很好 如果你可以做交易 但是你说做长期投资 不是 那今天还有什么大新闻 今天推特怎么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就是一个核大点事 哦 十八点三七 今天推特还是涨 苹果今天继续创出新高 啊 但是今天呢 有点 似乎呢 有点累了一点 啊 那第二个话题呢 我就是想这个 作为一个家长 作为一个投资人 我是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 呃 我们的inflation 今天说比特币 已经创出了 1700块钱的高位 呃 我记得比特币 刚刚出来的时候呢 是 好像是2000个比特币 换一个pizza 现在变成 有很多做比特币的人 都是因为 在比特币上赚了钱 现在 当时 呃 我记得这个 呃 我我记得有一个 比特币的ETF 大家可以通过 刚才Jason说了一个 Bitcoin ETF 刚才Jason讲了一个非常好的道理 就是说 说明钱不值钱了 哈 呃 这个GBTC 啊 就是比特币的 你看 哇 疯了 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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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比特币的 Trust ETF 哇 这个你 你说说这个比特币背后 会不会又是最近中国 这个金融打击这个事情呢 你觉得呢 总体来说 我们昨天中国股市涨了一个点 啊 你看这个21块 现在涨了10倍啊 嗯 这是去年2015年 刚刚上市的时候 比特币 在我记得赛普卢斯 当时出现危机 一下子从300块钱涨到了1000 啊 现在又涨 当时我就准备搞比特币 但是呢 当时中国都比特币炒疯了 那你觉得这个 这个比特币除了这个 现在钱不值钱 因为如果说你说钱不值钱 最近Barrons也讲到 其中这个YYW这位网友呢 对你这个安崩盘呢 也一直说 为什么安崩盘说要崩盘 去买了FCX 结果FCX不涨 那我今天也看了 就是说 由于钢铁 就是你整个的商品期货 在上周出现暴跌 今天油价好像也是直接崩盘了 对 一个原因呢 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钢铁 钢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需求的 就是说怎么样讲 需求很低了 很低了 对 这个是一个 我今天看到这个Barrons上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对上次油价 从这个二十几块涨到55块 我就笑死了 我说这个油价绝对涨不过去 因为呢 油价它到55已经是美国油田的一个出价 这个已经有赚钱了 特别是一些这个替代能源 他们也开始赚钱 所以这些油警都拼命开始抛 然后呢 还有一些这个产油国 除了沙特特别好 其他产油国都暗度成仓啊 一边说要减产 一边又在 又在那个 现在准备好像又 又要准备开 这个石油输出国 这个准备 又准备 就是说 开会 开会讨论 但是对这个对美股影响似乎很少 那我就觉得 现在中国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涨法 是不是已经说明了 这个中国 因为我曾经 我跟你昨天说了嘛 郭某某 昨天非常幸运 我们的腾讯 把我们的视频传过去了 因为他们全是电脑 你看最近啊 从五月份 这个郭某出事以来 上了这个美国之音 然后呢 被这个封掉以后 你看这个 就开始一个大幅的上升 会不会还是 因为中国 中国的政府也去了很多比特币的兑换中心 进行了整队 结果一下子这个breaking out 这个好像没什么理由 我们现在没有通胀的威胁 在中国 有这么一个 就是老百姓投资 有这么一个 我在站在这个 在中国投资 多少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经验之谈啊 在中国 如果一个政府部门 不允许你做什么 控制你做什么 那么就说明这个行业是非常赚钱的 非常赚钱的 啊 那么比特币啊 这个政府出面控制 呃 无非呢 就是 呃 两点 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 嗯 市场的恐慌性 他不希望看到 所有的人都都去买买比特币 那么这种这种情况下呢 势必造成人民币的这种压力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呃 这个投资者 老百姓当中的这种心理预期啊 心理预期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是呃 政府的一个行为吧 另外一个呢 从中国的角度上 就是投资渠道太少 啊 投资渠道太少 你说炒股最近这两天跌的也挺狠 嗯 炒房现在又是去去存量 什么一线城 二线城 三线城 又去存量 那么总体的趋向性 呃 在现在的房价上 再涨多少 你恐怕也不敢再预期了啊 不敢再预期了 那其他的正规途径 呃 像咱们经常投资什么石油啊 这类的东西 这类的行业又不对一般投资人开放啊 又不对一般投资人开放 所以说呢 投资的渠道很少 那么老百姓想让自己的钱保值 啊 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呢 这个比特币呢 呃 又有点赶上了时代的这种契机和潮流 在这种时候出现 出现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代替货币 也就是说大家呢 有点说的不好听的话 有点击骨穿花的感觉啊 你卖给我 我卖给你 目的是把人手里的人民意进行一个保值 在某一个高位进行一个兑现的一个过程 呃 实际上也是一种炒作啊 也是一种炒作 这跟国内前一段时间 炒那个 我出来之前零几年的时候 炒那个葱姜蒜呢 什么的 很多人囤 囤积大蒜 把一个读单卖掉 全都买成大蒜 然后隔一个月之后 把大蒜卖了 然后就换别墅 就换别墅 这就说明中国国内的投资渠道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投资者来说太少 所以造成了这种这种现象 这是我的总体感 呃 从这个郭总这次 这个所有的 郭总昨天有报平安嘛 嗯 每天来报平安视频 他的这个演讲能力也是很强 但是就是带有一点 呃 两派的一个剧烈的斗争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说 中国的金融风暴 也正在呼风唤雨 比如说郭 郭与这个胡舒立的对立 王岐山这个整个的一个 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些 国家的老百姓啊 都怕死了 从中国的股市暴跌 比特币的上涨 原油的下跌 啊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问题 但是美股呢 还是依然不动 一方面呢 就是呃 美国最近 大家都在传呢 说这个 Donald Trump的女婿啊 在中国卖这个 New Jersey的一套房 全是他的1比5的这个方案 不是 是他女婿的妹妹 啊 不是他 要他女婿的话 这事就忘了 他女婿现在不是在这个 政府部门里 也是任职嘛 尤其川普跟他女婿 可能跟自己的世界 要划清界限 然后要脱 要脱离这个干系 虽然这个很难 从商那么多年 你说马上就说 你说王总 你说哦 你现在从政了 你可能跟那个中文投资网要脱 你20年的感情 你不可能把它放下 不可能的 所以说 这就是最起码的一个姿态吧 但是呢 他这个女婿的妹妹 上中国 然后弄那个一臂贩 好像是在 在也不在哪个州 有这么一个 性质区 有这么一个项目 如何如何的 结果又他们 他这个女婿出来 又澄清 又道歉 又如何 这事我想 各大报纸 可能会持续跟随 哇 你看这个GBTC 他这个今天涨幅 是16.5 涨了33块钱 但是这个 这个量很少 65 65 65000股 但是这个是一个 day trading的一个机会 对 现在我的 我的股票账号里 还有一些比特币的一些股票 我不知道这些股票 能不能真的就是 为什么比特币的股票 不像大马股票 比如说比特币里面 有赚 赚 挖金的 机器 商店 交易平台 都不火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郭 是我很注意的一个 昨天郭 郭总在那个 这个推特上 就是说 还讲到了这个博训 好像这个国外的反 这个博训就本身就是反 反对中国 反中共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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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吵架 是 他们两个说这个 胡搅蛮惨 什么打架 我还看他们有一些视频 在这个 然后呢 就是郭总啊 说 我在中国有1.5 我在全世界有1.5亿的粉丝 在关注我 我说 这个等于是中国10%的人都在看 这很厉害 这已经超过央视的春晚了 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是蛮严重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大家利用推特 所以你看推特今天也在涨 对 因为这个你1.5亿的粉丝全在中国 大家不再看什么微博啊 当然微信就忙了 微信这个要 因为是朋友之间 微博是马上看到就散 然后这个微信也就比较困难 就是 anyway 我今天最后一个topic要讲 怎么样 作为家长能够帮 这个我的女儿们呢 我的孩子们呢 能够得到一个 就是说更长期的回报 我认为呢 大家 我认为哈 我这样预测 就是短期我们股市会有跌10% 甚至更多的风险 因为现在标普其实是一个双顶 虽然现在没掉下去 虽然标整个纳斯达克非常强 虽然道琼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呢 我已经加入了安崩盘的阵营 我认为短期呢会跌10% 但是从中长期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大家呢 也不用太计较 有的时候就 就像巴菲特一样 这个 一进去就买10年20年 我儿子今年7岁 他到还有10年 他每年投1万多 他10万块钱 我能够帮他变成100万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那么如何投资 我觉得像苹果呀 像NVIDIA 就可以了 你就买两个股票 买苹果 NVIDIA Amazon 好 我叫 ANA 这个三大马车 买三只股票 我看这三只股票 是不是 要比这个 比巴菲特强 因为我 其实我不去巴菲特的原因 是我想比巴菲特更强 开玩笑 看玩笑 anyway 今天还有一位朋友呢 谈到了PME 我觉得这个股票呢 一跌呢 大家都慌了 一方面它也是和中国有关的 也可能被中国看空中国的一些股票呢 如果我觉得啊 也不排除 他说王总 你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那么从这个走势来看啊 那昨天我就提醒大家 其实已经崩跌盘 跌破了啊 这个可能会 最后呢 跌向2.96 这个时间也有可能啊 2.96也有可能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跌到2.96 但是我到时候会怎么样 我还会啊 继续的增持 继续的买进啊 这个是关于中国民生的一个好股票 比特币的上涨 代表中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威胁 我个人越来越想 并不是通货膨胀 当然通货膨胀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 市场预期的一个巨大的动荡 真的出现啊 有的人就是担心 韩国 你说金胖子 现在就是就是不买账 这个美国又要 又要搞这个斩首队 就一下子像宾拉丁一样 啪一枪就打死了 或者拿把刀 一五秒钟把他给要死 然后他也就不怕 他还是 还是这个 还要搞核武 我觉得他是不是闲着 就是说 屁股痒还是什么 非要找点事来 首先来说 他喜欢折腾一下 然后就说 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我哭一下 给你给我点东西 他现在也是又扣了美国的人质 然后呢 这个昨天还传出来 说这个美国政府暗地里跟 跟这个中国说了 跟三胖说一声 看看欢迎他到美国来 当然好像也有律师出来说 这个不太可能 这不太可能 因为美国这么多年 都没有 没有这个先例 没有这个先例 也许三胖可能还是想 一对一的跟美国 坐在一个平台上 说的 你就对我们的这制裁 我们可以松一点 然后我们就放弃这个 怎么怎么 多多少少给他点面子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种节奏 另外一个呢 这个从手段上来说呢 扣了几个美国人质 这事你多多少少 也是牵动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行动 制约了这种行动 所以呢 我觉得他第一就是年轻 再有一个呢 可能有点气盛 有点气盛 但是最终他还是想 我感觉上 他还是想跟美国坐在 别三方六方会谈 如何如何 把什么日本韩国中国都搁在里边 他说的 咱就别谈那 咱就跟美国坐一块 我现在可以放弃 我的条件是什么什么什么 美国就说 我估计他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好的 那么今天呢 我想告诉大家呢 短期大家要小心 我认为有一个correction会出现 因为这个标普已经是 加入你的证明 但是我是短期的 大家要抓住机会 NVIDIA NVIDIA 这个不要现在急着进去 别要像我一样 耐得住气 我可以安奔盘 做一把力 谢谢老大 你们现在已经围攻了杰老师了 连布兰也在那边嗷嗷叫 被你天天就是要大跌大跌 就是不跌 没有这个 所以呢 中文投资网并不是一个空军司令 而是以空军司令指挥的三插几分队 我们进行集团军作战 围攻杰老师 看市场走势嘛 看市场走势 个人感觉的 像这种2400点的位置 飞上即下 就这么简单 你上没有劲 你说在这悬着干嘛呢 对吧 雨婴那样就不如来个痛快的 跌下去之后再反弹 那样的话市场才有才有戏剧性 才有空间 要不然的话就跟着死着 天天就堵业绩 这个堵完了啪 跳空向下 那个 堵业绩是非常危险的 对啊 要不然就NVDA堵一下 明天向上涨一点 没有任何的波动性 所以说看吧 看市场的这种调整 什么时候来吧 中长期呢 我已经给出了我的 如果是让我女儿 我就是问我们的这个 就是银行啊 看能不能买股票啊 他们说不能买股票 那就非常可惜 其实呢 我就觉得这个 所谓的这个放的呢 还不如就直接买一个股票啊 买买买几只股票 买三只股票啊 就可以了啊 这三只都是高科技股 那么他们的波动一定很大啊 但是呢 总体呢 他还是 我觉得二十年 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啊 这个未来是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 其实巴菲特 我上次看了 我又和Brand的一个 对巴菲特总结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他们总结的非常好 巴菲特认为 可口可乐 是美国的必需品 那么我觉得苹果 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必需品 你看在马路上 哪有一个人不带手机的 那就是非常非常老的人 基本上都有手机 要不然就是非常小 昨天我看到一个哥们拿出四条手 四个手机 就随身带四个手机 不同的手机 太厉害了 所以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ANA是我最佳的选择 ANA代表什么 Apple NVIDIA Amazon 这是我认为三个 你文宝 就是远远会跑赢大盘 当然每年的回报 可能就是20% 但是十年以后就不得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的AERA 都买股票 小孩的College Fund 买这个股票 41K能买股票的 Rover到AERA 也买这个股票 至于我们的41K 我就选一些基金 会持续的投资 希望大家一定要参加AERA 希望大家一定要参加41K 为你的财产做增值 其实老王呢 昨天我也看了一个 2010年 我和周磊做的节目 有的话题现在说起来 真的是长线资金 长线是金 短线是银 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 在巴菲特年度大会当中 也有位中国投资人说 巴菲特 您怎么样让你的这个投资理念 能够让中国运到中国 让中国的A股的投资人 改变他们的投资策略 我个人觉得这个完全是两码事 我一句话 中国不适合搞股市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 哪有股票 一个公司就是国家的 共产 大家都要共产 不符合的 能赚钱的项目 我们都做 所以中国这个价值投资啊 有的人投资 像这个茅台 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认同这一点 我觉得茅台 无论是官方的 还是民间的啊 这种像青岛啤酒 这些都可以 当然我没研究过他财务报告啊 所以我anyway 今天讲了老多了 Andy今天讲了多少 48分 好 OK 好 希望大家从我微信 获得这个非常珍贵的T恤 然后无论男的女的 在送出之前 我都会喷上窝人王的香水 我就不送签名了啊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巴菲特 没他那么牛逼 他们没带上阿巴菲特签名 如果带上巴菲特的签名啊 你这个T恤就不是买五块 十五块 是买五千呢 以后 一百年以后 甚至可能买到两万块钱 估计用不了一百年 用了十年左右 但是呢 我也顺便就告诉大家 在我送出之前呢 我会喷一点窝人王的香水 好吗 希望大家赶快烧我微信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